阿巴西中間給得很快 阿巴西 又來一個操走 阿巴西帶快攻 兩個打兩個 膽子算滿大 高調的前場 阿巴西的空中接力完成 其實龍被追上 這三個人要上 再來交給阿巴西 阿巴西 進來了 就是例行賽8勝22敗 然後季後挑戰賽失利 他們例行賽排名第五 阿巴西切進來 哇 一拍就展現在空中的一個滯空能力 停頓了一拍以後 聯盟有洋將的情況下 阿巴西又來了 只能眼睜睜看著對方 N1得分 兩波的切入連兩個進球 上賽季入選的年度第一隊 一萬聯盟的年度第一隊 再加上 他們 主力 算是羅正鋒受傷 然後陳建民又受傷 林偉翰 阿巴西 地板球給進去到 藍底下個PASS 中鋒的進攻先做給阿巴西 當中鋒劉遠凱上來以後呢 進去裡面就出現 韓傑龍的空檔 再交給阿巴西 重重的直接突破 尤敏諺 踩進來左手的勾射 這一次因為他本身也是四號球 韓傑龍撞進來要到的犯規 這次空檔是有出來的 阿巴西中間跟很快 阿巴西 喔齁 來了一個小車輪 我看這一次的傳球 這邊沒有太好的機會 再給他45度角 再給他45度角 曾敏諺是排盪獵 外圍的三分到頭 令中 再交給阿巴西 喔 接近來到藍底下 林韋翰 林韋翰地板球 再交給譚捷龍 Good Pass 第一節雲爆出現了七次的團隊失誤 林韋翰中間 哎呦 湖鼎來了一擊正面打板 在第一節時間到點之前 林偉翰來了一擊湖鼎的騎馬射箭 對於這個整個時間感非常的好 知道時間到點 直接把自己送到正頂點的地方 25場出賽3.3分 2.6個籃板 這球給得漂亮 打得太有經驗了 這球給到譚傑龍 這個給球也非常的合理 看起來是一個一對一 但他也知道譚傑龍可以把球送進籃球 能不能能力也能得到很大的示範 是 哎呀 決定接完以後他們就已經在前面 對 畢竟這組算是中華隊等級的後場 轉身的單打 這裡周承睿也投進 再給中間 周承睿外線3分 有 出手 劉援凱在外線 不過中間這邊還是給予對方蠻大的一個防守上的壓力 這球不容易 阿巴西接球直接啟動 阿巴西接球直接啟動 他那個第一拍有多快 太快了 你看那個啟動有點太完全被甩開 過得太快了 他沒有什麼華麗的運球 哇又來一個操走 阿巴西帶快攻 兩打兩攻 哇 前面又是一個 Show time的機會 這一次阿巴西 在內線 劉敏諺成功的防守 這個球太大了 其實送到前場 輕鬆的快孔機會 阿巴西中間 拿球之後的包頭得手 這次他們破區域非常好的 東方一康 再給夏萱 在藍地下 這是這個不簡單的 第一次出賽 這個對他來說 膽子算蠻大的 好 高條的前場 阿巴西的空中接力完成 哇 這球其實給得很好 再重複看一次 你會發現偉翰的球 一般來講是 你說你的第二組陣容被追上 這三個人要上 一條龍 過了一個 過了第二個 歐洲部來過了個第三個 一秒鐘 兩秒鐘 三秒鐘 四秒鐘 哇 再一顆球對於雲霸來講 四切就會大 就會上來 給中間的譚傑龍 踩進來到籃下 左手的插板得分 林韋翰 哇 這個很快 這球給得漂亮 說實話 仍是踩進去 但沒有做好攻擊的腳步的準備 這球給得漂亮 這個時間是跑得非常好 突然的一個斜角進來 找到了防守之間的一個漏洞 林韋翰 拉出來看三分 他直接起了投進 觀察到所有人都在意他的傳球 目前是兩分是八投兩中 然後三分球是六投兩中 事實上林鵬在這一節大半的得分 是來自於鎮偉的貢獻 是亞瑄和贏的三分掉頭 陳孝榮拿下了十二分 原本看起來有點接近 現在又被擴大 他這個球面對兩百零六的 這一球厲害 切進來 先拋 屁開兩百零六 雲爆出現了失誤 阿巴西在前面 交給謝亞瑄底線的空檔機會 外圍出手得分 阿巴西把球抄走 又是一次的快攻機會 自己前面輕鬆的挑籃 又是謝亞瑄 連得五分 阿巴西啟動 主要他在第一步太快了 那個第一步 對於那個防守者來 劉偉晨在底線 地板球再出來 謝亞瑄 比想要空檔的三分 就可以打到這一個球的比賽了 現在比賽 鄭偉拿了十九分 阿巴西的三分球來了 三百公分 阿巴西過了 第一拍的一個過了 後續在空中 面對兩個人之間的拉桿 有兩個洋將的情況下 他還能夠繳出平均這二點七分的表現 經過了這場比賽以後 下一場相信他的命中率應該會提升 阿巴西來了 哎呦 刺頭自搶在補盡 所以拉桿上去比較勉強 東方易康再傳出來 再交給阿巴西 阿巴西 來了 哦 哦 長的板再回到心跳龍手上 被操走了 這裡是一個輕鬆的快攻機會 工程師 不是新出工程師的工程師 是真的工程師 是真的電機工程師 阿巴西的三分跳投得分 出來現在劉偉辰的三分 再來一起錦上天花 在比賽一開始的時候 是大量在進區裡面 這爆扣的爆發力真的太好了 然後呢 在比賽來到了第四節 緬長的一個嘗試 這裡阿巴西收球 要上 還是對於剛剛的出手不進 感覺到非常的不滿意 盧潔明今天發揮不好 這個點就蠻可惜 才拿兩分 快攻的機會 浮到兩成的三分命中力 然後這場比賽也到此結束了 這場比賽阿巴西攻下了全隊 而且也是全場最高的36分